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看一下我们的大纲 我们前面上一节课我们讲了显示轨迹路线 我们这一节课要讲的呢 主要是增加消息推送功能 这个消息推送 其实我们在前面新闻阅读器项目里面也增加了 这个消息推送 大概是做所有APP的时候都要用到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在做UBO的里面同样也要讲一下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用的做小米做推送的时候呢 可以用小米第三方的推送平台 还可以用激光 但是推荐大家用小米还是比较稳定 到达率还是比较高的 这是小米的一个官网 我看一下 这里边大家需要大家注册相应的 一个APP 然后他会给你可以把里面添加相应的一个参数 就好了 他这里面有SDK怎么用的 非常的一个详细 这是他的一个官网 然后呢 我们这个ifs push的移植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新闻阅读器项目里面 已经用到了这个push了 我们可以把里边的这些代码移植过来 需要注意的就是首先这是小米的这个SDK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SDK 就是这种e push 然后把它加到我们的工程里边 e push 好 这个添加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这个添加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这是我们的push相关的一个代码 先看一下 这是push的 我们把它先拷贝过来 到时候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的消息推送的知识 好 push 然后呢 把它放在global里边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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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 这里用objectc写的 大家可以把这种写法转成swift的语言 也非常的一个简便 这里就不讲了 主要告诉大家这种思路 这是我们定义的一个 Fs push的一个G类 如果用gpush 这是从G类里边拍升出来的 这激光推送 方便我们进行 如果想切换的时候 想切换成其他推送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 很简单的一段改动 方便我们进行一个切换 这是小米的一个推送 然后从G类里边我们实现这几个函数 包括我们注册 取消注册 绑定我们的device token 然后有了通知之后 如何来进行一个处理 然后设置别名 然后解除别名 设置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为了给一类的设备来 发送 然后设置别名 就是说我们不用知道 这个device ID device token 我们直接给这个设备起一个别名 方便我们进行发送消息的收拾 来使用 这是一些注册 这是注册 这里边有些变量 这里边有一些变量 设置完之后 如果出错了怎么办 这里边用fslog出出来 因为我们就不加刚才那个红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就不用了 看这里面有些格式化的问题 这里面这些长量呢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是怎么定义的 这些是一些小米推送的k 小米推送的k 应该都在这里了 关键字k 然后把它在swift里边呢 我们定义相应的一个变量就可以了 把它写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定义 把这个红呢 我们也可以拷贝过来 可以把它拷贝过来 这里我们就不用改了 刚才这里边有一个k4error 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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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输出输出出来 然后定义这个相应的红 那这样我们就输出完了 输出完了之后呢 这是我们这里边相关的 我们注册 我们编译一下 在使用的时候 看我们这里边 使用的时候呢 这里边啊 我们直接不用这个了 这里边还有一些 用到的一些酷 用到的一些酷 可以直接把它 先把这种输出日志的 到时候直接用nslog就可以了 或者是把它用另外一种输出方式 这里就不把它 先来这里了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还用到了一个 base info 应该没有地方用了吧 这里边还用到了 下面这些就是我们用到的一些 是不是有一些酷 没有添加的 没有添加进来 没有添加进来 还有是有一些我们必须在设备上来进行 进行一个 编译的 好 看我们这里边的 规模 fork 这里面有cory telephone 然后还有一些常用的酷 看是不是有了 加一下 taj test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酷 是不是包含进来了 然后cory telephone cory telephone 有了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 cory location mobile cory service cory service mobile cory service 这个还没有 我们把它加进来 好 编译成功了 编译成功了 编译成功了之后 好 具体怎么使用 然后 由于它是opject.xc写的 所以我们要需要 在桥接文件里边 引入相关的 各 相关的一些文件 这里边 fs push 然后 进行import 这里边 me push 看我们是不是写对了 me push 好 写好之后 具体的 我们需要声明 在global里边 声明我们的这个变量 global里面 我没有进行 变量这些处置化 大家其实可以声明相应的变量 然后 进行一个处置化 或者我们直接不写在global里面 我们直接用e push 来定义在我们需要使用的地方 看我们在应该在pcdelegate里面 使用到我们这个me push 这里边 我们直接 直接在这里 定一个 那些 放到我们的 t-f région 这样 这是我们的一个变量 那么 我们进行的这个数值化 这个 你 看 我们前面也讲过 这个变量定名最好 不要跟我们的类名有一些一样 一方他自动提示的时候 一自动提示的时候出错 好这样就成功了 成功之后 小米的需要一些相关的一个配置 这里边就是推送来的之后 需要跟APIIS相关的一些回调 都在这里边 我们只要写成swift版 在swift里面加上就可以了 然后小米还需要一些配置信息 像我们的me sdk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我们把它加在这里 小米的用到的一个k 然后这里面还有这个 然后这一设好之后 看一下它里边 这里面还有跟小米相关的一个红 me 叫me sdk 叫me sdk 在用户定义里边 在用户定义里边 user-defense里边 user-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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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可以添加上红定页 whoת 可以添加一些 再添加一些 添加上这个红定页 可以添加一些 添加上这个formed定页 添加一条文章 OK,Debug,Info 我们添加的时候要注意,在这添加 这里添加,然后 添加进来 这里边就有各个版本,我们是使用 小米推送的正式,线上的推送还是调试模式 这里边就可以了 如果是Adhawk,我们可以选择线上的环境 Adhawk肯定是线上的 Debug,肯定就是Debug模式 我们可以调试输出一些信息 Debug Release模式,可以写上线上 也可以写上 也可以写上线上 这个就取决于我们的一个调试了 好,这些设完了 基本上跟小米相关的这些设置 我们就设完了 具体的推送呢 我们看这里 UZID 别名 还有一些注册相关的 都在我们的FSPush里边 这里边都是空的 如果不是小米推送 我们就在此类里边实现相关的这些 这些函数 如果是GPush 然后我们在这里实现相关的函数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还可以去 消息推送来了 怎么处理 这里边有 这是Object C的一个写法 注册相关的 消息来了之后 接收到通知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处理了 这里进行一个处理 这里边是通知的内容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或者是给用户谈界面 还是发送什么消息 都在这里进行一个解析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wift里边 swift里边 我们看一下 它有没有这些代理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叫什么 didn't receive remote 接收远程的通知 就是resale remote location didn't receive 这里边有userinfo 这里面就是我们要实现的这些函数 好 这里边呢 还可以定义到 fwc show 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这里面就是userinfo了 这个userinfo 可以是几个设计的 我们就写 导入 as object 字典 那我们这里边就可以显示相应的消息了 这里边 在服务端发送我们的消息 alert的消息 都可以在这里print 打印出来 info info ok dps 这里边还可以一点 objct ok alert update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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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打印出来 然后update notification 就是更新我们 我们APP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小红数字 比如是1还是几 几条数字 这里边是空心我们的数字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写在这里 这里面就可以写了 push and pus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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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ication 就是userinfo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我们可以调我们的show notification userinfo 这里边还可以更新 这里面叫更新 更新通知相关的信息 update 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这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的APP uiapplication 然后app取消cancel cancel local 本地的一些 谈出的通知 先净除一下 app 然后设置 用点击之后呢 就设置 set application bench number 0 这里边我们再调用一下 update appli application 好 这就是我们 这是objectc版本 这是我们swift版本 基本上就相应的版本 我们就建立完成了 大家可以去自己在设备上去调试一下 由于这个小米推送只能在 由于推送通知啊 只能在设备上进行调试 所以大家可以去设备上调试一下 我们基本的原理 按照我们以前的一个实现思路 用swift的语言 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实现 好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消息推送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